我忘了按下去 你看怎么办 刚刚忘了按 对 对 谢谢我了 往下走 往下走 对 我有说过我不讲的 找一眼 这个是牧棉科的植物 老师刚刚说了 我忘了按下去 很漂亮 不好意思 刚有讲 可是我忘了按下去 这说是从中国来的 这种树种叫木兰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刚刚讲我忘了按下去 这个就是木兰 对 木兰 或者是我们一般来讲 有些人讲的叫 叫那个新頤 新頤 新頤一般来讲大概是 那个纸红色的 它大概就是这一棵 它是木兰科的 木兰科 嗯 那是说这个是什么 什么 或者是说也可以叫做 玉兰科 叫玉兰 是是是 那边有好多 你看看那边 那边有好多 我们这边 嗯 台湾这边大概就 阿里山这边 比较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这个在长江流域 在那个北方 因为说 华北 长江流域 是它的生长的地方 所以它 这种树在那个地方 长起来会非常漂亮 那这种树 它有一个特殊 它就是一定会落叶 哦 一定会会 所以说你在平地种的话 嗯 这个就不会很漂亮 哦 在平地种就不会很漂亮 因为它这个要落叶才会漂亮 哦 就像那个樱花一样 樱花也要落叶 山樱花 山樱花就要叶子全部落光 才会漂亮 对这个因为实在是照不到 我看看我这样可以照得到吗 因为它有点反光 有点像木棉花耶 我觉得 哦 是不是 这是我出来照相最多的 是不是有点像木棉花 这个 跟木棉花有什么不一样 哦不一样啊 因为它 它这个颗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是 木兰颗的 我要去找一颗 我可以 我可以照得到的 因为 平行可以照得到的 木兰颗 嗯 嗯 这颗应该可以照 其实 它从这边啊 啊 这边啊 这边绿光 啊 这边 从这个角度这样 对对对 光线这样 这样才会漂亮 啊这样 可是还是太高了 我照不到小颗的 对对对对 这个这边 这边比较近 嗯 黑白色的 白衣蓝 白衣蓝 那跟木兰有什么不同 木兰呢 其实 它第一个名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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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叫做木兰 嗯 没办法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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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边有一颗 嗯 嗯 一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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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颗 一颗 一颗 还有一种